屈庸回到家乡不是为了歌声 那年川田 在蓝沧江的大峡谷里 经常有这些行色匆匆的女人 一大早从家里出发 一天无数趟来回穿梭 他们是要把盐井里的毒水 一桶一桶地飞到盐田里晒成盐 坐落于大峡谷深处的 西藏昌都地区的盐井村 是个依仗着蓝沧江而建的村落 因产言而得名 也是中国目前仅存的 完整保持原始晒盐方式的地方 盐井村已有1300多年历史 我们这里的女人一辈子就是作盐 从唐朝开始 我们的祖先们在蓝山间边演技作盐 历史上这里是土拨通往南兆的药道 也是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路 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驿站 蓝沧江边两边都产盐 一边是红盐一边是白盐 蓝沧江两岸由于地势不同 土质不同 生产的盐也不同 江东所产盐呈白色 西岸所产的盐为淡红色 人们叫它桃花盐 村民世代靠盐换取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盐田里的事自古就是由女人操吃 卖盐则是男人的事 估算着牧区的藏民们 这几天会拉着牦牛肉来换盐 盐井村的村民已经早早地把盐都收好了 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 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昌都地区的牧民 都喜欢用这里产的桃花盐 走得越远 盐就能为他们换回更多的粮食 于是在横断山脉中 走的马和骡子多了 渐渐就有了路 翻过蓝苍江大峡谷 麦岩的马队就可以找到骑士交流 女人收盐 男人去麦岩 然后我和阿妈每天去收盐 然后我阿爸每天去麦岩 而在家里的女人们 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从盐井里打卤水 背上盐田 再从盐井里打卤水 再背上盐田 盐井村到蓝苍江垂直落差 有一千多米 屈庸从盐井到盐田 来回背一趟卤水 要花去一个小时 她每天十几个小时 就这样往返于盐井和盐田 我去过很多外面的地方 也有很多新衣服的东西 然后外面城市里的姑娘 打扮得特别漂亮 还有那个汽车比猫女还多 屈庸很向往外面的世界 但她更被她的家乡所牵挂 这是晒岩的黄金季节 不但阳光明媚 掠过河谷的风也非常强劲 这种气候很容易出盐 这时的盐品质也是最好的 晒岩是非常熬人的火 屈庸完全可以不必背负卤水 而去背井离乡 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 但一想到盐井村的盐井和盐田 可能因此而消失 便从这咸盐里头 掘出了一种酸楚的味道 我想想在这里有我的儿女 有我的父母 还有这么多年传下来的盐井村 所以我愿意留下来这里 把这个盐田传递给下一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